捡垃圾界的神老张 捡了一个全新的小垃圾 还有全新的小垃圾啊 那可不咋的 科技圈里也有了出口转内销 一个WiFi6的路由器要多少钱 最便宜的100块吧 一个能装OpenWRT的软路由 要多少钱 最低得150块钱吧 什么R2S之类的 对吧 也就是双千兆网卡 那你说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卖多少钱 那不就是MT3000吗 对吧 MT3000卖369到400之间 400的带充电头 168块 这不是平T 这TM是全T 它的品牌中文名叫做多库 型号叫做多库TR3000 为什么说出口转内销啊 没有一个中文字 这是贴上去的 老张没有收一分钱啊 这种品牌它也给不起钱 主机本体一会再给大家比 配件 那要咱按照80年代的理论 出口转内销的质量比国产的要好啊 带变压器的版本 也就是这个我买的168块钱 对标的是MT3000的400块钱的充电套装 跟MT3000一样的面条网线 中文版的说明书 但是做的很草率 你看这纸折的像个复印纸一样 那这更得什么一起跟我喊 我把两个产品的参数都打到屏幕上 你要说完全一样吧 那不是 TR3000比MT3000存储容量减半 这也就说明了你能装的小插件们啊 就要减半 反正也装不了多少 不重要 正常摆放的一样不一样 天线啊 看它是这样掰的 然后那你看 来咱也这样掰 散热孔 并不一样啊 TR3000里面没有内置散热风扇 MT3000内置了一个小风扇 它就是把这个主板给掉过头来 然后就没有不一样了 又有老虎就会说了 这个东西跟友善卖的最好的R2S比 它怎么样啊 它比R2S便宜吗 对吧 R2S带壳的 目前售价最低229块 R2S呢 是一G的内存 处理器更强一点 这个呢 只有512兆 但是 但是啊 R2S只有双千兆网口 这个吧 虽然不是双2.5G网口 但是好歹给了你一个2.5G网口 所以如果你是千兆宽带2.5G内网的话 这个玩意性价比简直无敌了 不过买这玩意的人 有人在乎性能吗 应该没有吧 重要的是可玩性 现在啊 这个路由器已经可以刷OpenWrt的官网定制固件 随便定制 随便刷 虽然出口转内销 但是它的官方的固件是支持手机APP远程管理的 大家不是都想玩这个评价NAS吗 拿USB3.0接口 插上移动硬盘就是NAS 这玩法就非常非常多了 我的路由器那么多 我怎么会对一个100多块钱的东西这么兴奋呢 在软路由面前 品牌路由器都是渣渣 关键是这玩意比品牌路由器还便宜 缺点呢 缺点就是无线信号 挺烂的 随便一个Type-C的充电头 已查 APP只能从国外应用市场下载 它还支持无线卖室组网 之前有老伙计不是问吗 说想限制孩子夜里段几点以后不允许使用 拿这个路由器100多块钱解决问题 比如把我自己加进来 在线时间还可以设置周六日不同 哇塞 不能说强吧 好用 是吧 能用 然后可以关掉LED指示灯 有些人特别讨厌这个 可以加入云 现在用的是5G 我们再次打开Cudi的APP 注意看TR3000的后面出现了一个云朵的标志 就说明现在是通过远程的云 来连接咱们家的这台路由器的 你能够对路由器进行几乎所有的远程的操作 然后你不需要知道什么穿透 什么公网IP 一切不需要 它全部通过Cudi的服务器来转发操作 在电脑端的后台是这个样子的 没装修的OpenWRT的样子 但是功能分类还是非常清楚的 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演示了 支持家长控制 刚才已经说了 高级设置 我的天 这图标多的吓人 在它的默认固件下 大家注意 2.5G的WAN的接口和1G的LAN的接口 是无法切换设置的 现在老张已经把它刷成了 Lucy界面的OpenWRT 型号 多库TR3000V1没问题 ARMV8的处理器没问题 这个时候来吧 接口 万烂互换 你就随意了 NAS功能也会变得丰富一点吧 老伙计们常常需要的这个 是吧 你自己还可以装更多的软件包 只是这个存储空间有点捉机啊 那能不能刷点别的呢 等老张再去研究研究啊 大家注意看啊 老张真把它给刷成了MT3000 连接成功 来吧 给大家看看 也的 哇塞 强 这GLNet啊 家都让人给偷了 这是TR3000 刷了这个MT3000固件之后 跟GLNet完全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 它就支持了USB连接 4G上网卡或者5G上网卡 甚至插入手机 就可以作为热点共享了 咱们看看云服务 能不能给它打开啊 我的天 云服务也是可以的 实测啊 iStar OS 给MT3000准备的 是不适配的 折腾了一圈啊 索然无味 原版系统 插个U盘 当NAS了 非常简单啊 后台点USB共享 启用 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 哎 连接 那这是咱U盘里的文件 NAS有啦